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股这个数字一出之后 美股开市早段反应比较大 曾经升过400几点 但到尾市升幅已经收窄了 最后都是靠稳的 但我刚才问你整体通胀的情况 现在已经放缓了 和原本市场预期的速度上已经放慢了 但现在整体的幅度是放慢了 但仍有3.2% 那么那么快就可以说 通胀真的已经可以降温了 或者整整个通胀前景 是否真的那么乐观呢 它未去到很乐观的 但放慢其实这个都是意料之内的 因为我们在去年年中的时候 其实都已经觉得 如果你单计基数效应方面 其实美国的通胀就会持续地放慢 所以在去年年中的时候 还有很多人去担心 会不会回到70年代 80年代的hyper invasion 最终就是美国的CPI的数据 要是双位数字的增速 这个其实是绝对难以持续的 很简单就是说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住房的成本 shelter方面 其实去到去年的年底 和今年的年头 已经出现了拐点 在这个按年增速方面 已经持续在高位争扎了几个月 然后就开始掉头回落 刚刚开始掉头回落那一刻 其实按年的增速 仍然是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 但是其实当它出现了一个拐点 和开始转叉的时候 就是跌回落那一刻 其实就已经是代表着整个美国CPI的basket 去按年增速是难以维持的 结果就是由shelter去进一步 就是放慢的时候 就拉回落整个整个整体的CPI的数据 最重要的一个数据 都是核心的CPI按年仍然是有4.7% 就是表面上是一个两年的低位 但是当它仍然是在挨5%的话 其实这个代表着就是在联储局或者政策执行者的角度 是难以掉以轻心的 所以很难说表面上这个7月份的CPI的数据 是不是说很supportive呢 就是说代表着货币政策 未来将会有一个转向呢 就算不转向也好 是不是暂缓加息呢 我觉得它可能这个数字 未必是那么有意义的 但是整体来说 它可能是代表着一个通胀周期性的放缓 是一个最好的印证 我们经常都说在CPI的数据方面 要分清楚就是结构性和周期性 我想在单凭结构性的因素 现在我们讲的是什么 有些大机构 UPS 刚刚才是一个调高了工资 未来可能是带动新一轮工资上涨的行程 也不奇怪 但是其实有时短期内 尤其是在基数的效应 结构性的压力很难抵住周期性的力量 周期性我们讲的是 当Shelter都放缓 而在能源的价格都放缓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个YOY的变化 就是这个通CPI的案例的增速 其实仍然是有进一步回落的空间 我们今晚也要看上去上游通胀PPI的生产者出总价格 市场也估计是会预涨由0.1% 升到7月份的0.2% 但是昨晚出来的通胀的数据 正如如Viu所说的 现在这一刻 都很难立刻一下子去看加息的预期是怎样的 但是联署局的官员 可能大家都要出来做一些期望 因为昨晚我们看到其中一位联署局官员有大力的说话 就是说现在通胀的情况都仍然是太高的 现在判断加息周期的结束是太早了 也是触发加息周期的结束这个情况 是不是原本预期这么快就9月去即会完 大家都现在在想 高利率可能会维持一段较长的时间 是不是真的可能距离去到减息了 都还有一段距离呢 或者那个息口走向了 是不是真的这么快 9月那一下就已经立刻可以减息呢 或者已经去到最后一次 9月那一下就立刻停加息呢 或者最后一次加息已经过去了 有机会的 我觉得联署局现在普遍的官员 心目中都没底的 这个没底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过去这么多次他们的加息的决定 似乎是非常跟得贴这个市场的共识的 利率期货 或者是利率调期显分出来的一个市场的共识 通常都是不会有太大的偏差 没有太多的惊喜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现在最新的数据出来的时候 其实对于年内加息的预期已经是进一步降温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就是两年期的债息 亦都在7月份建了一顶之后 就开始呈现了这一个一顶低过一顶的状况 那个加息局其实有少少不尋常的这段时间 短期尤其是两年期 其实债息的走势是比较颓一些的 但相反就是长债息率又开始飙升的 令到就是整条知识曲线它开始是没有那么倒挂 逐步走向就是开始少少的平坦化的状况 是有点不尋常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加息的概率 其实可能是进一步收窄 9月份暂缓加息的概率比较大 但当然就是会不会这么快掉头减息 其实就很难去说 因为我觉得要逼到联储局真的减息 其实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大家想起就是整浪的加息周期 联储局或者是一些 policymaker 永远都是会比较滞后的 因为这个很合理 就是你要等待一些数据 进一步去证明大的方向大趋势 才会做一些货币政策的决定 这个是很合理的 但是减息就不同了 减息通常是会有一些大件事的发生 又或者是有一些流动性的问题 金融危机等等 一来可能是一些紧急的减息都不出奇的 或者是减息是比较凶猛的 所以我觉得减息暂时都不会急着 通常是有些比较差的情况出现 才会发生 但是纯粹看回九月的 就是维持利率不变的机会率 暂时现在期望牵涉到成九成 所以正如Russo说 都要看着这个指标 联储局的官员 很多时都和这个市场预期都非常接近 但如果我们再看回整个加息部分 对回整个市况又怎样看呢 因为看回美股三大指数 其中我们看的那个纳指 季智金其实是现在有个下历的情况 亚太区股市 之前都比较留意日本股市 之前就去到三十几年的高位 但到第三季到现在为止 其实都要回到百分之二 南韩、东南亚市场 例如印尼、泰国就可以向上 我们这一边 科技股就叫特出一点 但是整体的市况上 都不算十分之乐观 恒指暂时季智金都是升百分之一度 阿威我们先说美股的情况 现在在高位是否好像缺乏上升动力 特别像科技股、AI相关的 现在都有一定的回到幅度 估计调整的幅度要回到多少 或者有没有机会可以趁回调 又可以有个长线的吸纳 我觉得就是说 现在在六月份开始 那浪的升浪 其实都挺急的 尤其是看回科技股主导的 纳斯坦克指数 它的升势是十分之凌厉的 这个邪率的升势 其实是很难维持的 所以出现了一个合理的整固 这个是相当正常的 我甚至觉得 其实现在的调整幅度是未够的 那你起码要回到六月份的一些低位 六月底的低位 其实你意味着 至少都可能是 仍然有3%的下跌空间 那当然其实你计算 就是由这个年内 今年的年初至今的升势 我们讲的就是 纳斯油低位计 都其实升超过四成 中间没有什么太似的调整 就算我们再可能跌多3%以上的跌幅 其实都可能是一个 非常之细碎的调整来的 那所以就真的要 没有一段时间 我觉得就算它不跌 都起码是要横行整固一段时间 理順了的一切 才是有力再上 那也都可以借着这个季绩期 可以側面观察一下 这个市场的状况 我觉得就说升到一个 那麽上下的时间 其实很多一些正面的利好的因素 都已经是某程度上的消化 或者是有所反映 那跟上季的季绩很不同的 我们看到就是之前的季绩 有些公司可能盈利的增长 不是太过OK 但可能当时的股价升势 未是太过反映 又或者是前期去年的跌浪 实在太厉害了 那所以其实我们看到 就是反而在一些比较差的跌势 公布了之后 它们也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升幅 也都可能因为部分公司 是向上修正回来季的一个盈利指引 但是这个季度又不同 我们看到就是很多分析员 其实都有少少的downward adjustment 向下修正 尽管就是整体企业的盈利是不错的 所以我们觉得暂时的sentiment 它未是很好的 那也都可能是觉得 就是之前的升势是比较去劲 你整体看回就是 纳指的市盈率 20多倍这些水平 其实是难以持续的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在一个利率的真空期 就是在炒这个暂黄加息 不少的因素已经是factor in 贵迹方面一个快速的增长 亦都可能是factor in 了下去的时候 就算不下跌 都需要还整固理讯 多几个月的时间 可能才是有一个明显的方向 嗯 那日本股市又可不可以继续看好呢 因为之前刚才说了 就是升到去33年的一个高位 但是我们贵至今 我们看到有少少的回调 日本央行上具体 就调整了一个YCC政策 一到令到日元就转强了 但之后又再回軟 暂时我们现在看到去到144 这些位置 其实都迫近四五点的 日本股市上半年就强了 但是这个强势 是不是可以持续到呢 因为我们看到 股神巴菲特就说 20年后的日本 比今天是更加强的 那如果这么听的话 日本股市的部署 是不是真的要做一个 超长线才行呢 都是的 其实长线我们都看好的 的而且确实企业管制的质素 是持续的改善 现金的储备 对于很多企业方面 也都是大幅的改善 那为人咎病的问题就是 很多时候它们坐拢着 龐大的现金水平 但是又不派发出去 回馈股东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但是近年其实 也是加大了股息率 所以就令到股东受惠 这个整体长线的 发展因素趋势 是没有变得的 但是和美股是有点像的 就是年初至今的升幅 都是比较凌厉的 它需要作出一个整固 或者是调整 才可能是有力再上 我觉得它的基本因素 没有什么去转差 或者是太大的变化 甚至乎 YCC方面 其实都是一个 小小的政策上的微调 其实维持一个 相对较弱的日元的水平 我即使是 有点反弹也好 仍然维持一个 相对较弱的水平 对于日本的出口商 已经是一个 不错的竞争力的维持 所以这些政策 又或者是基本面 其实是没有太大转变的时候 我不觉得日本 其实是会有一个 很差的表现 如果你真的 focus回到中场 最重要就是一个 很重要的观察的因素 就是巴菲特会不会散货 当巴菲特仍然维持 日股的水平 甚至可能会考虑 增持一些行动的时候 我觉得对于 很多一些 长线投资者来说 或者机构投资者 尤其是第二季才刚刚进场 他未必那么快就 考虑整个日本的概念 老波 可能会做一个 比较长线的部署 才可以 谈计了日本股市 美国股市要加息的情况 下一次回来 跟Ru一起谈计 我们中港股市的情况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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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